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我講一個我朋友的故事 我朋友在這個金融海嘯前 因為那時候股市很好 所以他一個月的收入大概有十幾萬 但是他那個收入是不穩定 因為他是玩股票 然後他就認為說 這個十幾萬的收入一定都可以這樣 所以他就準備了一個本金 大概是七百萬 然後去買了一個三千萬的房子 然後就跟這個銀行來貸款 他想說我這樣應該付得起 結果還遇到金融海嘯之後 他收入就變得很不穩定 有時候賠有時候賺有時候賺 後來就賠一個時候 把那個房子賣掉 但是聰哥剛剛講的 在實務上有它的困難度 原因是因為我不是吃公家機關的討論 我也不一定是鐵飯碗 所以買房子未來的二十年到四十年 短至二十年長的事情 我也不能確保我的工作一定穩定啊 哪一天突然金融海嘯來 我就被裁員了 那我就永遠不買房子嗎 也不可能 所以關鍵是當我決定買房子的時候 我要在什麼樣的付款比例下 才預留我承擔風險的空間 通常我們要買房子 也要有生活品質 那房貸是 還要預防將來被裁員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假設是穩定工作的情況之下 我們通常會 銀行也會建議 就是一般我們的房貸食物 會建議說 你不要超過 你的月所得的三成或四成 對 因為你剩下的 你可能還要在吃飯啊 你還要在約會啊 那可能還有子女的教育 的費用等等這些啦 那通常我們不建議超過五成 因為你只要超過了五成 基本上你就會影響到 這些生活的品質 你帶來壓力 所以你等於已經浸泡了 睡不著 那萬有一點風吹草動你就慘了 但是我跟大家講一個 很悲慘的狀況 這個老師說 希望不要超過五成 但是現在在雙北市 不超過五成你就不要買了 幾乎沒有 因為以現在年輕人的話 幾乎沒辦法 幾乎沒有辦法這樣 不要超過五成 那就一輩子買不到房子了 在台北雙北 很多啊很多 就是富爸爸 很多都是富爸爸 否則他就是 延後他買房子的年齡 在中南部有可能 你30出頭就可以 你假如沒有富爸爸的話 在雙北的話 基本上你可能又要延後到 那我知道在雙北買房子 40歲 40歲 不是就是你買了之後 還住在家裡 然後你那個房子 先拿去出租 對租租 那你就可以補貼一點吧 這個在雙北很多 很多啊 很多都是這樣 在雙北要買房子的年輕人 就是我買房子的時候呢 我想辦法那前幾年還是住在家裡 然後頭幾年至少我有房租嘛 那我拿房租先幫我補貼一部分的房貸 然後我自己再貼一點拿到OK 那熬了幾年之後呢 可能你的薪水也增加了 或者你有一些儲蓄 然後你將來自己去住的時候 你就有比較多的能力可以負擔房貸 所以這件事告訴我們 還是要住在家裡 或者呢 先靠爸一下 對 要孝順爸媽啦 要孝順爸媽啦 先小小坐一下 靠爸住 靠媽住 才有辦法買房 量入圍出啦